谁还没被色彩测试跨过 夏日出生的太阳 流光溢彩的钻石 魅力超凡的艺术家 无论你是紫色 金色 橙色 绿色 还是叠加色 如果你乐此不疲地陷入 这所谓的性格色彩测试 嗯 不用担心 这说明你大脑处理色彩的能力十分优秀 站在亿万年进化顶点的我们 对于色觉有最高效的敏感度 这场大型彩虹屁现场之所以如此受欢迎 正是因为我们对颜色 有天生的心理 生理反应 联想和遗情 除了性格可以色彩化 生活中所有事物都可以给予色彩与光芒 颜色必须是经过沉思 梦想和想象的 这是艺术家亨利·马蒂斯 Henry·Mattis对色彩的追求 而他开辟的艺术流派 野兽派 高举着解放色彩的大旗 用违背生理认知 过分跳脱的颜色和狂野的笔触 第一次把人们情感的野兽释放出来 马蒂斯 只画他真正看到的 而不是被教导应该看到的 你以为这一切很容易? 要知道这对几百年来 重视刻画外表 忠于实物表达的欧洲艺术圈来说 是一件多么狂野的事 就像一间满是瓷器的高雅展厅 突然闯入一头无法驯服的野兽 欧洲艺术圈沸腾了 他们觉得马蒂斯这些作品简单粗暴 亵渎了艺术史上所有先辈的所有东西 关于美丽 关于秩序 关于清晰与协调 他的作品一点也不像现实世界 打破了常规 让色彩一瞬间 犹如烟蛋崩裂一般 在你眼底晕开 当我着绿色时 并不意味着青草 当我着蓝色时 也并不意味着天空 我想要的所有颜色 在一起歌唱 马蒂斯用这句话 撬开了一个世界 野兽派并不争宁 是心有猛虎 细袖强威的温柔 你一定看过马蒂斯的作品 舞蹈 五位手拉的手 跳舞的红色女人 你仿佛听到了音乐的律动 你仿佛感受到了 它们的节奏 这虚幻的颜色 竟是闪耀的生存之乐 它注重色彩 省去细节 到最终放弃细节 完全依靠色彩和图形 来表达出纯粹的自由之美 这些审美价值选择 使它成为了超越时代的 Master of Color Master of Shape 请你忘掉这个世界的规则 就像马蒂斯说到的 艺术是一把舒适的安乐椅 通过纯粹和宁静 给人带去心灵的安慰 坐在马蒂斯的椅子上 你看到的近视安详和舒展 不要用大脑思考 要用心灵去感受 艺术应该穿过表层 帮助我们抵达丰富的内心世界 色彩的主要功能 就是要尽可能好的为表现服务 马蒂斯这位色彩大师 影响了今天我们看到的 商业设计的样貌 也影响了我们对色彩的感知 和在其中肆意畅想 获得的喜悦 我们先感受情绪 再关注内容 我们敢于大胆定义 也勇于无限创造 把那些深藏在底层情绪中的 微妙震颤 犹如呵护一个月动的色彩音符 释放出来 一切可以让你感动的 喜悦的 热爱的 疯狂的 都是值得歌颂的 马蒂斯最大的俄罗斯买家 Shokin 也是毕加索的大金主 他曾对马蒂斯说 现在很多人反对你 但未来是你的 这句话现在也同样送给你 吉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